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 人人都知道那是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不仅成就了一段传奇姻缘 还促进了唐伯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民族产品 不过在这段历史佳话的背后 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比如说您知道松赞干部为了娶到文成公主 来来回回前后一共花了多少年吗 我告诉你 七一年等得浑身都痒了 七年只痒不是这意思啊开玩笑 那么这段传奇姻缘到底有着怎样的经过呢 咱们首先回到公元六三四年 公元六三四年 此时的唐朝刚刚开启贞观之日的大幕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兵强马壮 而且就是在这一年 已经统治吐蕃五年之久的青年领袖松赞干部 开始派使者向唐朝朝贡并且求婚了 那么松赞干部求婚成功了吗 木有李世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他 为什么呢 回来的使者是这么向松赞干部汇报的 他说呀我们刚到唐朝的时候 天克汗李世民带我们可好了 也答应我们的请婚了 可是后来啊那个土一魂的国王来了 说了好多我们的坏话 结果把这事给搅黄了 那么原因是这样的吗 显然不是 李世民何许人也 唐太宗啊 他见过多少世面 岂会因为别人的急剧挑拨就改了主意 把公主嫁给别人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拒绝吐蕃的请婚呢 俗话说 即使是百姓嫁娶也得问个生辰八字啊 有个礼尚往来呀 更何况是国家之间的和亲 就说刚才提到的土一魂吧 当时的土一魂不仅在地理位置上 刚好处在唐朝和土博边境的中间 控制着丝绸之路上 一处非常富庶也重要的地方 青海道 同时啊 土一魂已经向唐朝纳贡请封了 所以李世民呢 这才答应把红化公主取嫁给土一魂 再看当时的土博 才刚刚跟大唐有来往 面都没怎么见过 脸都不熟 何谈了解啊 所以李世民呢 这才没答应土博的请婚 好了 这是松赞干部第一次请婚 以失败而告终了 那么得知请婚失败 松赞干部是什么反应呢 说来你可能都不信 松赞干部 竟然因为这个 向土一魂发动了一场战争 公元六三七年 松赞干部率领了另一个小政权 叫杨童 也叫向雄的 同时攻打土一魂 结果把土一魂赶到青海一北去了 搞得人家再也不敢露头了 有人可能要说了 明明是土博的使者自己没有完成使命 这松赞干部怎么打土一魂呢 我告诉你 这次请婚失败之后 松赞干部不仅打了土一魂 还连带着打了其他几个政权 这是为什么呀 下集